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男明星 他的名字呢叫做童卓 坦白的说 由于我平时不看这个各大卫视的娱乐节目 如果要是没有这回的童卓事件的话 那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关注他 但是呢他最近确实特别的火 他做了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那么下面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童卓吧 他是一个男明星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之后呢他开了一场直播 就是这个直播葬送了他以后的一个职业生涯吧 可以这么说 他在他的直播的过程当中 回顾了他这个求学的生涯 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一般人出名了嘛 都会有一个非常悲惨的过去 或者是多么一个不容易的过去 我经过怎么怎么的不容易 最后成功了 是吧 那么这个童卓呢他也不例外 他就讲他以前多么不容易 他通过篡改这个学籍 考他心仪的高校 然后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现在 之后网友一听 哎 好像有点问题 你怎么能篡改学籍呢 这不违法吗 就开始说这个童卓的 说你这不对呀 这个童卓当时还没觉得自己不对啊 大言不惨的说 这当个名人呢真不容易呀 这说点啥呀都被喷 还长得自己特别的无辜 可能当时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不知道他把这个 就是实话说完以后 他将用他将负什么样的厚物啊 我估计他现在肠子都会庆 之后呢 他这个也是一个坑爹的选手 为什么呢 因为篡改学籍这个事儿吧 跟他那个继父有一定的关系 他的继父呢 也相应的受到了就是这个相应的制裁吧 还有就是帮他做这个违法违规的事情的人 也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和制裁 这个就叫天网会会说而不漏 就是每一个做坏事的人 那么他都会得到他应有的一个代价 而有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聊 是不是你们身边周围也会存在这种人呢 就是以前我上班的时候 身边会有这种人存在啊 他们把这种比如说 相应的就是违法违规 就能打破常规来做的一个事情 他们认为自己很牛 我能办到你不敢办的事情 你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觉得自己特别的骄傲 你看我牛吧 我厉害吧 我想奉劝这种人啊 如果你们把违法违规 当成一种很牛的事情去做的话 而且呢还进行炫耀 这个同卓他也是啊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法盲 他是不知道 但是就是明知道这种人 我想跟你们说 天网会会说而不漏 如果假如说你们以后 还是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 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啊 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 那么咱再回到这个同卓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同卓呢 因为出了这个事以后嘛 他也是知道了 最后终于知道了自己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 已经都上各大媒体的头盘头条都热搜了嘛 之后呢他就扛不住了 是吧那肯定扛不住了 他写了一个道歉信 那个这个道歉信呢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 你看他写的 他到底认识没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 道歉信 这个是标题 说对不起大家了 我错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会在他这个道歉信的当中 给他实时的进行点评 在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觉得十分的羞愧 大家的批评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高考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不正确的言行影响其公平公正 其实你说你不是不正确的言行影响其公平公正 你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影响他的公平的和公正 这个应该你认识到了 你已经违法违规了 还有他的粉丝给他辩护嘛 说是他是违规不是违法 其实我在这个网上也摆兜了一下 就是有的律师说他这已经违法了 所以说希望有专业的小伙伴看我视频的 可以个底下评论一下 就是他到底那个没违法 但我想他这个肯定他是一个就是违法违规的现象 所以说呢 我就是不在这方面 就是叫那个三毛两毛的字了 他就是违法违规 他肯定违了 对吧 他肯定错了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我已经将 我已经向中央习记学院申请了撤销我的学籍学历 感谢学校的栽培 给母校添麻烦了 非常抱歉 你这不是添麻烦 你这完全是给你的母校抹黑的 我也向节目主道歉 给你们增加了工作 造成了损失 向所有关心我的人道歉 让你们担心难过 请一定以我为戒 那以你为戒这话说的是对的 再有一个 你给你的节目主 说是增添麻烦了 说你道歉了 增加他们工作 他们其实就是在找个人 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好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就是像那个演艺界吧 其实想成名成行的大有人在 而且呢 就是慢慢捧呗 是吧 红了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肯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加能够胜任你的工作的人 再一个我希望现在这些娱乐节目 能不能找一个就是价值观正确的人来做这个节目 把这些年轻人呢 就是小弟弟小妹妹能够往一个好的道路上去引 对吧 你说假如都崇拜这种像铜卓这种人 你说这个 就是这帮学生咋整呢 我觉得真为我这个小弟弟小妹妹们担心 就是现在还上学的小伙伴呢 对吧 你说你们以后咋办呢 就假如说就 就把他这种人当明星 那你价值观得多沦上 我会闭门思过 认真反省 努力学习 提高自己 再次向大家深深地表示歉意 我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这个后果也就是葬送了你这个演艺生涯吧 或者是成为明星的一个生涯 这个你愿意不愿意承担 这肯定你都得承担 因为脚上泡头是自己走的 你自己的路 你是自己走的 所以说这个苦果只有你自己去验 通过他这个道歉信呢 其实他真的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他自己的这一个错误 他不是说言论影响他这个公平和公正啊 就是他这个行为 他本身 他既然能在直播间里头大言不惭的 说他这个篡改学籍啊 还是一个特别艰辛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三观不正的人 他要不可以这么说 情长低 智商也低 双低的这么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平时这个演艺是怎么做的 我想一个这种价值观的人 他唱出来的歌 我觉得他也不是 也不能好听 他主持的节目呢 我估计也不能好看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些名人的艺人呢 当然了不要一棒的打死 因为也有很好的一个艺人呢 那下面我跟大家谈一谈我对这个娱乐明星的一个看法吧 我以前跟大家聊过那些有一期节目 不说这个明星高薪酬的原因吗 晚上有的粉丝 小伙伴就开始说我了 说我那个什么 说我这个偏向这个明星了 说这明星这个片酬太高了 给我一顿痛痞啊 是吧 说我这个替明星说话 其实我就是站在一个 我自己的个人的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 或者是站在这个 就是相应的这种经济学的角度 他的一个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原因 阐述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我不敢说我这个说的就对啊 因为我财数学浅 我看的书也毕竟有限 可能也是属于处于这个 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就是表示一下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我对明星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偶像 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就是明星 但是我不会说是嘴着他满世界疯跑 就假如说他要是来我家门口开个演唱会 我肯定会去挺的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他 那要不来呢 如果有机会 要是假如说能去看一场也可以 但是我不至于说是什么场场不辣呀 就是场场都去给人举牌的 我就喜欢你喜欢的没办法的 我没你我活不了了是吧 不至于就是理性的追星 理性的看待 再一个我喜欢什么样的明星呢 我也认为年轻人应该怎么去追星呢 我特别喜欢那些比如说从演艺界吧 就是能够特别打动我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比较喜欢那个汤姆汉克斯 他养的西雅图叶未免 还有幸福终点战呢 还有等等等吧 什么阿甘正传的 他养的一系列的电影 我都特别喜欢 还有他养一个夏立机长 是吧 咱们不也拍一个中国版的夏立机长吗 他养的那些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些能够哑巴那种抒情的戏的 或者是感人的感人戏的那个演员 他能给我演哭 就是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受不了了 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感性的人嘛 我希望就是看到那种能够直达人内心的 直达人灵魂的这种这种演技 所以说我喜欢这种演员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喜欢就是Eagles的Eagles 就是唱那个就是老鹰乐队Eagles 他唱那个Hotel California的 就那首歌我也听得特别有感觉 还有Desperito 亡命之徒那首歌 就是我听完那首歌吧 就是特别有感触 能够让我听到他那个歌词 还有听到他那个旋律 让我能够像森林奇境似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能让我听哭了 那我觉得这个歌太好了 真的就是咱代入感特别强了 可能我听咱们大陆这边的歌曲 其实你要让我说信手那样来 可能我关注的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也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 比如说像以前 就那些老歌什么的 我比较喜欢听咱们国家的一些老歌 粤语老歌 还有这些国语老歌 也都挺好的 但是可能就是不是特别能够叫得上名来 所以大家要是有特别好听的 也给我推荐推荐 就是那些现在流行的比较好的歌曲 对了我比较喜欢听李仲胜 还有罗大佑 我比较喜欢他俩的歌曲 他俩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说什么 就是合理的追行 不要说是特别盲目的 我看到在底下这些就是童卓的一个粉丝 就是给他这个维护 说是这个孩子有错误了 要让他能够改正 还有说什么叫宝贝的 管他叫宝贝的 还有管他叫宅宅的 还有说他这是违规 不是违法 说咱们那个用词过度了 说该失去的和不该失去的 他都已经一并归还了 该受的惩罚也受到了 说他这个粉丝说什么 该失去的和不该失去的都一并归还了 我没觉得他有不该失去的东西 他现在之所以他 现在所有的失去的一切 都是他应得的一个代价 就是他当年他违法违规的一个代价 就是这些 就是他这些粉丝吧 我可以这么说 给他一个 还有说什么宅贝好想你的 什么什么 就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 就看那些话吧 其实我觉得特别的不理解 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够有一个 给年轻人一个改过的几回是可以的 因为我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个事情来认真的反思 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以后把这个 这种就是违法违规的行为 让他从他的自己的内心当中抹去 让他以后走一条正路 而不是走这种邪路 靠这种什么额外的权利 来给自己谋取相应的你自己的自私的利益 对吧 给别人造成来不公平 不公正 而且你自己又不自知 我也希望给年轻人一个改过的几回 也希望他通过自己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 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个我倒并不反对 但是我估计他以后演绎方面 我估计够呛了 因为大家也都了解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希望他以后在其他的领域吧 能够做好自己的一个表率吧 或者是说 别说表率了 他能就是做好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就可以了 一个健康的有正确三观的一个中国人 那就可以了 就是他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贡献 和他对依然喜欢他的这个粉丝的一个贡献 但是我也想告诉你 就是喜欢他这个粉丝 我希望你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还有在你们不要盲目的去喜欢一个人 如果你如果他做错的事情 你也不深刻的去反思一下 你所追寻的这个明星的 到底他是不是你所应该去追寻的一个明星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绕啊 就是想跟就是他的这些粉丝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 你们就是还去维护他 还去就是疯狂的去追逐他 你觉得有意义吗 那难道你的价值观跟他一样吗 难道你也想通过就是违法违规的行为 给自己来捞取好处 来让别人来让就是同样的 就是普通的人 没有你这种权利的人 让他们吃亏吗 那你们是追求这种吗 我觉得现在面对网上这种批评啊 是让他一个更好的改正的一个机会 批评他就对了 如果没有人批评他 我认为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说你们要理性的看待别人对他的一个批评 不要说再上去 在这种无脑的去维护他 知道吧 就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是可以的 给他一个就是改正的机会是可以的 但是他要承受他这种代价 他要承受社会或者是说民众对他的批评 他要承受 他要认识到 要让他深刻的认识到 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要对他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所以说希望就是这些所谓的分识吧 其实说白了你们到底能分他多久呢 我特别的好奇 是不是明天又出来了一个更好的明星 更好的小颜色 你就会转而把他忘了 我真的 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怀疑你们的忠诚的程度 因为真的我特别的好奇 以前不有一个杨丽萍追行事件吗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那种追行 我真的 我永远无法理解 是吧 我以前我也说过这个杨丽萍的 我以前有期节目做了 我忘了第几期了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看一看这种 就是我以前做的节目 好了 这个问题呢 今天咱们大家就说到这里了 还有这个结尾吧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最近这个叫同卓的男明星啊 读完了一本书叫活着 这个书我也读过 但是他发表的这个 就是微博这个文 就是这个 这个微博吧 是这么说的 他说读完这本书呢 我感悟了很多 我有时候时候在想啊 你读完活着你感悟什么呢 难道你就感悟这个标题吗 就是你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确实是活着都很不容易 那么你就感慨这个题目吗 你不也感慨他这个内容吗 但是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他这个内容是写了一个过去啊 就是咱们国家在内战呢 还有一个就各种运动吧 它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东西 这个不放心便给大家细讲了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 看一看这本书 这本书我也读过 确实非常的好 我也挺喜欢这个于华这个作者的 就是你这个事情跟这个活着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了解 那如果假如说你仅仅是因为这本书 这个题目写得好 我还是把这本书隔着一看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你更多的应该看一些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你更应该看一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了解基础的这些法律的常识 这样我觉得对于你今后的 包括人生和工作会更有一些帮助 对吧 起码它不是一个法盲 是吧 不能违规做一些违法的勾当 是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目前应该急需的是 提高你自己的价值观 提高你的上官 而不是说去看一本活的这种 就是历史的这个东西 这个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嘛 好了 下一期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预报 我想谈一谈方法 可能我一说这个方法 大家特别的好奇啊 我会怎么去谈这个方法呢 因为现在这个方法 我感觉已经退潮了 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关注他了 他已经冷下来了 那么我想通过一个 更加理性和客观的一个方面 来谈一谈方法这个人 还有这个方法 他这个事件 到底我是怎么看的 当然了 我欢迎大家的不同意见和批评指责 咱们可以进行沟通和探讨 但是不要谩骂和攻击 因为我认为啊 就是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那肯定是有素质的 我也认为 中国的网民呢 也应该是有素质的 而不是说是在那边当剑片侠 随便巧啊 随便侮辱和诋毁别人 有的时候 我跟大家再说一句题外话 我在就是国外的网站上 就是看到 看到咱们就是 我的同胞的刘亚 就是说那些话 真的特别的丢人 特别的丢人 但是我看到就是一些 就是用英语的 就是比如说国外的人 他们在那个刘的眼呢 相对来讲能够正常一些 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反对的声音 并不是说他们 就是没有说不好听的话 但是他们会以一个 就是不是说是非的 骂人的这个态度 去说这个话 他会以一个是我的角度啊 谈一下我的观点 有一个方向 他去说这个话 而不是说是谩骂攻击啊 说那些特别肮脏的词汇 所以说我也希望吧 就是小伙伴们 就是当你们看到这些 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看到这些 就是谩骂攻击啊 和不好的词汇 都要给予 就是给予他们打击 和给予他们纠正 就是咱们通过跟他们讲道理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是吧 批判他们 好了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就做到这里了 已经20分钟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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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